台北国际旅展在昨天画下了G点了 这次来的人数好多 四天下来涌进了有26万2590人刷新了记录 所以不管景不景气啊 看来大家都是要来玩 所以呢在昨天最后一天 虽然很多人可能都没有买到行程 没有关系 其实现在很多旅游业者 特别在线上网路上呢 延长这优惠促销 比如说呢 这国内的一晚住一晚 平均只要500块钱的旧国台 旅展结束之后是继续开放电话订购 另外还有饭店延长线上旅展的时间 继续看我们中视记者 为大家所做的整理报道 国际旅展人数买期破记录 旅游业者喊出破盘价 展览一结束 价格也跟着回复正常 但就算挤不进现场 还是有不少好康 现在都还买得到 主推平民旅游的旧国团说 要一路卖到11月 我们统计前三天 已经卖超过将近3500套以上了 那现场很多民众没有买到的话 我们有开放电话订购的方式 据点多笑其长 但最怕价格波动的度假饭店 销售天数也就跟着缩短 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 上我们的网站 还是可以来得及抢购 那过了12点 我们就不再开放了 这真的要等明年了 因为实在太优惠了 除了理想大地只多卖5个小时 统一度假饭店 要开放线上多卖4天 而看好入冬泡汤商机 有温泉的利息要多卖一个月 为了说弥补 大家可能会买不到 或者远从中南部过来 所以我们这次特地把它延长 价格比照旅展都是全年最低价 想出游还可以考虑上网找便宜